欢迎收看老包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部 价值五百亿的电影 《局外人》 阿富刚毕业就进入了大银行 爱和公司 风险控管部的老鸟 小机灵成为了朋友 作为名副其实的工作狂人 阿富的拼搏精神 打动了他的上司秃头 秃头给阿富升职加薪 让他加入了高级交易部门 得到赏识的阿富 自然是开心的不得了 他越发勤奋 每天都第一个到公司 而高级交易部门也名不虚传 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人才 阿富作为一个职场小白 满心喜悦 瞬间被忙碌的工作冲散 他甚至抽不出时间去上厕所 但是这高强度的工作 也为他带来了大量的职场经验 仅仅几个月 阿富就变得游刃有余 可好景不长 在一次利率置换时 阿富没有报价 让公司亏损了十万欧元 而且这十万是积在了秃头的账上 阿富慌得不行 可秃头却不以为然 他让阿富往后找找 看自己操作 通过银行股市的内部消息 秃头成功 穿孔子获利 读出了十万欧元的股拢 不过利润与风险并存 这也被秃头称之为博弈秀 将阿富惊讶得何不拢嘴 秃头告诉他 这样做虽然是业内禁忌 但是大家都心草不群 行之有年了 那么除了博弈秀 还有什么金融手段呢 秃头又交给阿富一招地毯秀 也就是隐瞒自己的业绩 因为业绩越好 公司给你的任务就越多 你的压力也就越大 所以聪明的人 赚得多 但是不外露 都埋在地毯下 这让阿富很受启发 之后的日子里 阿富不满足于现状 开始深入研究股市 他敏锐地发现了 全球股市大涨的虚幅 当同事们纷纷大量买进的时候 他按钉不动 深信股市一定会大跌 果然 现实的发展 印证了阿富的猜想 这一次他赚了50万欧元 从这以后阿富收不住了 他一方面把股市玩弄于手掌 另一方面用博弈袖 不停敛财 还在小机灵的介绍下 交了女朋友 俨然走向人生巅峰 可阿富还是迎来了 被锤的一天 原来秃头被调人华尔街 这意味着 没人在公司继续罩着他 随之而来的噩耗就是 阿富频繁钻空子被发现 甚至有人把他的账号 提交到风险控管部 阿富可支配的金额 全限只有500万 但经过这么一查 公司发现 阿富已经超额 4600万 小机灵警告阿富 赶紧收手 再闹下去 估计要吃牢饭 可被利益重昏头的阿富 竟然觉得小机灵 只是忌妒 他对小机灵 恶语相向 甚至对自己的女朋友 也大动肝火 隔天 阿富照上去上班 但他看见了 出目惊心的一幕 一面同时 因为使用博弈袖被装 他的运气 显然没有阿富那么好 在去办公室喝茶以后 就被公司辞退了 这兄弟也是玻璃心 直接选择了自杀 经过这件事 阿富知道怕了 但上帝就是喜欢看人间闹剧 再一次交易中 阿富赚了5亿欧元 这让他又一次红了眼 从早就业 日复一日 阿富已经站在了金钱帝国的顶峰 不过迎接他的不是夕阳 而是狂风奏语 美国自带危机 席卷全球 欧洲各银行纷纷落马 阿富所在的金融巨头 也在这场风暴的垂库拉球下苦苦支撑 同事们大量抛售股票 不敢趟这趟浑水 可阿富全力流而上 坚持认为市场可以回暖 大量卖金 同事都以为阿富疯了 但没人劝得住他 却上加双 公司法务部的人 发现银行欠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 10亿欧元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便派人找阿富询问原因 阿富只能撒谎堂色 搬售给小机灵打电话求救 但小机灵根本不想帮这个表面兄弟 只能对他say sorry 另一边 一个令人崩溃的消息传来 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在磁带危机的大背景下 阿富的孤独意志 让公司背负了500亿欧元的债务 如果想要还金 阿富需要工作20万年 但银行没有耐心等阿富表态 500亿的债务代表银行即将破产 届时会有12万人失业 谁也付不起这个责任 至于阿富的博弈秀 银行高层其实都看在眼里 只不过阿富创造的利益面前 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最终 银行有了三天时间 把阿富的持有平仓 阿富本人被判刑五年 而本来需要他偿还的巨额资金 法院裁定 这是银行操作不当 鼓励无弊 撤销了对阿富的赔偿指控 有这么一句话 你欠银行1000美元不还 那么你有麻烦了 但是如果你欠银行1000万美元不还 那就是银行有麻烦了 在金融的世界里 资本是一切的主宰 任何企图耍花招的人 都会成为砧板上的肉 但尽管有那么多潜力 人们还是蒙着自己的眼睛 在金钱的世界里增长 正应了黑格尔那句话 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 人类不会从历史得到任何教训 以上就是本期老包丁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丁 每天都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哪儿 感谢观看